近来好莱坞丑闻不断 无论是名导 王牌制作人都曾利用职权性骚扰演员 如今席维斯史特隆 Sylvester Stallone 也被爆出31年前 曾强迫16岁粉丝帮他口交 以及和保镖搞三匹 当时史特隆完事后还夸粉丝 Very tight 非常紧 消息一出震惊外界 根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 史特隆在1986年拍摄 超越巅峰时 认识了这名16岁粉丝 当时保镖给这名粉丝 史特隆的饭店钥匙 史特隆在与粉丝上床完后 除了夸他很紧 还询问有无三批经验 而后史特隆要求该粉丝 帮保镖及自己扣交 未料此时遭到保镖强暴 让他苦不堪言 当时史特隆及保镖都是已婚人士 为怕丑闻曝光还警告粉丝不能讲出去 不然就打爆他的头 警方透露该粉丝不提告的理由是因为感到害怕 对此史特隆表示这件事从未发生 经纪人则说这是一件子虚乌有 荒谬的故事 然而史特隆的保镖在2013年就已过世 无法查证是否有此事 2 2014 2014 1814 2014 214